感谢神 在过去一年的保守和带领 使台北灵粮堂能安稳在神的心意中前行 2022年我们的年度意向是 回到起初的爱 还记得吗 在1月的开始 我们就通过14天的进食祷告 一起对其神的心意 紧接着在3月的时候 我们与众教会一同启动了40天的为国祷告会 每天都有不同的牧者 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5月从周五学生崇拜开始 到周六联合崇拜 领袖乐会 同工成岛 各牧区主日崇拜 都大大经历圣灵的造访 并且在6月 第一次将全教会祷告会 移到灵粮山庄 即使外面下着大雨 当天会场内还是坐得满满的人 全教会一起经历圣灵极其荣耀的工作 使徒行传中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虽然今年不算是太平的一年 但神的灵却大大的浇灌我们 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更深刻的体验到 盼望和力量都是从祂而来 无论我们往哪里去 最终的目标都是回到起初的爱 也就是神的爱 Let's build 同心建造 为了面对后疫情时代的需要 推动实体教会与网路教会虚实的整合 迈入未来教会 牧掌、执事、全职同工 花了两年的时间预备 就在今年 台北灵联堂正式启动 Let's build 同心建造的计划 并且在7月 用了四周的信息 向弟兄姐妹分享意象 感谢神 感动弟兄姐妹 会踊跃回应建造荣耀教会的呼召 在神的带领与保守中 顺利于10月28日举行 灵粮山庄的开工礼拜 还记得我们在8月20号到21号 有举办山庄巡礼 灵粮山庄承载了我们许多 与神同行的回忆 如今它正在升级成为2.0 我们也不能忘记主任牧师再三的提醒 真正的圣殿就是你我的生命 建造荣耀的教会 也要持续经营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 让我们的生命一同升级 今年2月 因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 在乌克兰有许多难民前往匈牙利 其中有一群罗姆吉普赛人 他们因着诸多身份问题 语言不通 资源缺乏 在入境时遭遇极大的困难 感谢神使用匈牙利 地萨铁堡灵粮堂第一时间 能够接待罗姆人难民 匈牙利布达佩斯灵粮堂 也将教会改为安置中心 特别接待妇女与孩子 台北灵粮堂也发动了 人道救援的计划 感谢弟兄姐妹的慷慨奉献 不到两天就募集到300万元 并拆派两位宣教士前往 协助当地教会规划后续的救援行动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拆派短宣队前往当地 除了救济之外 举拜各种课程与活动 关顾他们的心灵需要 以及融入当地生活 而今年的宣教主日最后一堂 周迅正牧师与周神柱牧师 一同分享了对客家福音工作的意象 同时宣布台北灵粮堂的客家团契正式成立 客家团契已经在12月4日进行第一次聚集 当天除了本堂的弟兄姐妹参与之外 还有来自各城市30多位客家牧者历临 将近150人出席第一次的客与团契 如同陈维恩牧师分享 回应大使命活在福音中 不需要特别的触动 那是上帝对每一位基督徒的呼召 让我们也持续校准自己的价值观 期待明年上帝能借着台北灵粮堂 继续成就祂荣耀的心意 关怀外展与牧养 今年在外展与社区工作上 台北灵粮堂与TVBS合作通过 吸手爱无限的活动 关怀内湖区 松山区 民生社区 万华区 文山区的弱势家庭 透过词汇工作与探访 让无数家庭感受到神的爱与温暖 在双元福音中心 已经连续多年与社区一同举办 万华青年圣诞嘉年华 今年也有更多的里长 愿意一同投入筹划的工作 更多深化与社区的连结 而在全球 今年也新成立了12间分堂 及福音中心 目前灵粮大家庭已经分布在53个国家地区 最后在2022年 我们举行了台北灵粮堂 第264届到267届敬礼 今年共有373位属灵新生儿 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 同时也有76位牧羊领袖 接受安利 让我们一起把掌声荣耀归给神 感谢神 我们看见今年台北灵粮堂的意象 是回到起初的爱 也就是神的爱中 而当我们转向神 回到神的爱中 神就给了台北灵粮堂 更大的能力和声量 能够去回应时代的需要 回应台湾本地的需要 甚至是海外跨国受难者的需要 相信明年 神的恩典和同在 必定还有更多